講印尼食物你會想些什麼 咖喱蝦片 這個想到印尼米 炒麵 每個印尼人都吃 這個是印尼的特色 很多地方可以買這個 例如在餐廳、街邊 有時晚上的夜市 那些都可以買 所有印尼人都一定吃 最少有十二、十四食材料 你數有多少 蔥頭、蒜頭 黃薑飯 然後菜 兩位姐姐帶我們來到這間 由印尼華僑開設的印尼餐廳 雖然開業不夠一年 但已經吸引了很多印尼人 光顧了 因為香港人不知道這個照片 他們看完餐廳後 都會問 這是什麼 我們就會詳盡地介紹給他們 索豆艾蔭 就是第三、四位印尼姐姐會叫的菜式 先將材料切碎爆香 熬成湯底 另一碗就放入雞蛋、粉絲等等 倒入湯底就完成了 平日印尼人全部都放在一起 先放飯 接著切檸檬 然後加一些陪菜 甜醬 就可以了 一起吃 就像我連環一樣 即使是正宗 但始終都好像餐一樣的食物 蜜蜜分別是有些悔料 不採用 有什麼不採用? 榨薯 其實我們習慣了吃了香港的食物 所以吃了欣尼這些食物已經很好 在哪裡吃得很好 誰說女生不可以愛馬? 蘋果動主辦愛馬仕女神 競馬主播珍玉成